当初赢得了天府秘境之后 众玄胜以此为契机直接来临资金银 没想到还是饱受冷落 他抓住机会 请动叔父众玄楚良 临时去了一趟南瑶城 不惜代价压服大骑十四皇子江无庸 以此宣告自己的强势和决心 自那以后 他就已经很少再尝过闭门羹的味道了 便真是与他不对付的 也都不愿意当面与他难堪 更何况如今亲自推动了灭羊之战 又身先士卒 屡立大功 按理说朝野上下 已无人再敢小觑于他 但没想到众玄尊一招出手 八方云洞 简简单单一不明齐 实打实的势力碰撞 直接割走了他战后的最大一块利益 聚宝商会的改弦更张 在有心人的眼中 更是一个强烈信号 一个众玄尊已经重视起来 即将要终结这场无聊游戏的信号 众玄尊何许人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顶级世家众玄家族无可争议的继承人 在众玄尊横空出世之前 无人能够对他的位置发起挑战 号称挂眼办事的顶级相失于北斗 盛赞他夺尽同辈风华 在天骄如云的大旗 这是何等样高的评价 且不论于北斗是否有捧杀的意思 单就在林兹 就有多少心高气傲的天之骄子 谁能看这个名头顺眼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 愣是没有一个人能将他打下尘埃 固然有人不屑争鸣 有人不服但不愿与众玄家撕破脸 但所有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 这些年来挑战众玄尊的同辈天才 全都失败了 可以不服他 但所有人都需要重视他 众玄尊有多强 相对的 他的竞争者就有多不被看好 因而众玄尊这一次强势出手 整个林兹众玄胜辛苦经营的人脉圈子 竟大半哑声 连聚宝商会都将他和江望扫地出门 众玄胜去其他地方碰壁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以这胖子的智慧 不会不知道局面 所以江望不但不报以同情 反倒炫耀道 我倒是吃了一顿好的 逛了红袖招 喝了物女琵琶 崔城侯府对我敞开大门 并约了李龙川下次去海棠春 众玄尊一屁股挤在椅子上 隐听嘎吱细响 这地方可报不了账 江望怂怂肩 没关系 我记得账 记在你名下 众玄胜好好的看了他一阵 仿佛重新认识了他 江小哥 你成长得很快吗 我现在甚至有些怀疑 你给李龙川送礼 会不会还拿了回扣 江望老脸一红 李老太君是送了我份见面礼 众玄胜惊了一下 你还见到了李家老太君 与李龙川逝嫌 恰巧遇上了 江望说着 取出玉河递来 许向前说 这见面礼是都有的 倒非例外 众玄胜接过玉河瞧了瞧 嘖嘖称其 这可是石门草 天底下独一份 只石门郡才有 这草只生在石上 与天相争 所谓草生石门 至坚至刃 是炼身素体的好灵药 边说边递回 我就不打开看了 免得损耗药气 你需得尽快用了 怎么用 江望问 生嚼 众玄胜美好气道 江望之前是不熟悉 不然断不会放过提升实力的机会 立即便当着众玄胜的面 打开玉河 将那一株如碧玉般的草药取出 直接塞进嘴里 一口咬断 石门草草叶流出 瞬间整个化掉 一起流入喉间 而后散向四肢百骸 迅速又有丝丝缕缕的气力生出 这过程十分舒爽 整个人如在泡澡一般 众玄胜则犯酸道 虽说是都有 但那许像前诗从明如 本身又与李正书同样出身青崖书院 跟李家的情谊自是不同 李老太送你石门草 足见重视 将忘懒得理会 细心感受身体 服用石门草之后 四灵炼体绝大成后 久未提高的肉身 约莫得到了半成左右的强化 我倒是没发现 你竟这么受老人家欢迎的吗 之前玄空四那老和尚也要死要活的要收你为徒 众玄胜乱七八糟地道 下次我带你去瞧瞧我家老爷子 你直接哄得他开心 让他把家主之位留给我得了 也省得我争得这么费劲 将忘恋化进石门草 美好气道 正是还说不说了 哎 众玄胜一下子没了劲 又摊回椅子上 还记得战争结束后 在青阳镇你跟我说的什么吗 你说恭喜我又赌赢了 众玄胜有些颓然的道 那时候我嘴里说没有到赢的时候 心里却觉得 战胜众玄尊是迟早的事 我以为我已经足够重视他 从来没有放松警惕 但我现在才明白 面对这个人 不恐惧 不害怕 就已经是轻视了 众玄胜说得垂头丧气 将忘反倒笑了 怎么 你要弃子认输 我这么胖 上桌容易 下桌难 众玄胜难难道 现在 我重新开始恐惧他 害怕他 所以全力以赴 不敢松懈丝毫的 面对他 不得不说 认真起来的这胖子 总有一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豪气 将忘想了想 说道 李龙川收下了秋山功 他很满意这份礼物 也表现出了娇好的诚意 但是 我不认为他会正面对众玄尊做什么 再重的礼 也买不来那样的情意 他满意就足够了 众玄胜道 我一直需要这一点 我不需要李龙川做什么 也不管他会不会做什么 这是让别人去关注便是 这个别人 当然是众玄尊 只是 送那样的众礼 难道只是为干扰众玄尊的视线吗 这怎么可能 只是众玄胜要卖关子 将望便由得他 只问 你在外赚了一天 不仅仅是为了蹭闭门耕吃吧 众玄胜又冷笑起来 众玄尊这么大手笔 我怎能不让他欣赏一番好结果 怎么不给那些人一个表态的机会 除了我这张大脸 谁能接得下那么多灰 所以呢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睡觉 睡觉 睡醒之后 去宫里 去宫里 明日你陪我去 众玄尊有些艰难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拖着肥胖的身躯往外走 我重玄家兄友弟公 陛下定是欢喜